同样也是有关泰山黎明公园的消息 因为在民国98年的时候 当时正好泰山去公所财务紧缩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相关建设 于是里长还有地方士绅 就向立法委员吴玉生来反应 在他得知之后 也立即向这个营建署争取到经费 最后也为黎明争取了新建的相关的休闲设施 好让大家有更好的休闲场地来使用 泰山区内的黎明公园于民国98年时 因为当时泰山区公所财务紧缩 无法施作公园的相关建设 不过为时里民有一个好的休息空间 黎明里长以及吴玉生立委 泰山服务处主任向吴玉生立委反应 立即向营建署争取经费 成功建设了黎明公园 黎明里的里长他来请我们的吴玉生委员来协助 是不是能够争取一笔城乡丰茂的经费 来使他的黎明公园焕然一新 全部的整修 后来在民国98年的时候 就是由吴玉生委员协助来争取 城乡丰茂的经费 所以把我们的黎明公园重新的整修 现在我们所有的黎明里的里民都非常踊跃的在使用黎明公园的一个休息的空间 黎明公园协助黎明路以及泰林路的交借口 并且协助河川地旁 因此拥有绝佳的视野 提供给民众绝佳的休息空间 因为说实在费用也蛮庞大的 那公所可能那个采演不足 那刚好我们吴玉生立委 晓得这个事情就举例帮我们从中央那边征集到一笔经费 应该是那个城乡新风帽的那个经费 这个是中央来的经费 这个很特殊 那也在这边特别感谢我们吴立委对地方这么关心 地方的心声 他随时都由我们陈公享主任去反应 他马上就知道 就很快就帮我们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在这里借这个机会 特别感谢我们吴医生立委的大力帮忙 谢谢 新北市泰山区黎明里 近年来对于社区的绿美化 环境整洁 以及美化环境的公益建设 进行投入 让黎明里成为泰山地区环境美化的模范林里 我们家的记者在泰山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 早详icians